走在內湖第五期重劃區 這裡可以說是豪宅聚落 但其實在我左手邊的這一片 只有現存超過四百多戶 都是工業住宅 錦麟公園綠地又進學區 環境條件都是買房首選 但攤開土地是用分區來看 這一區只能作為商辦展售使用 明明是工業用地 卻築起住宅的不只這裡 我們買了房屋以後 要住進來可以住 就是說不能登記 一年前搬進新房的林先生 一家五口以單瓶房價 比行情還要低十五到二十萬的價格 買到了這一間工業宅 以為是減了便宜 但住進來才發現問題嚴重 除了不能涉及的致命缺點 還有繳的稅也比別人多 一般住宅自用稅率百分之一點二 但工業宅是自住的二點五倍 還有地價稅工業宅屬於營業用地 要比自住宅還要高出五倍 如果要脫手的話 其實因為你是工業住宅 你的價錢也會比一般住宅區的房價 來的低還蠻大一節的 工業宅想轉手難度也高 因為緊鄰工業區通常伴隨噪音 空氣污染問題 過去北市府也曾展開過全面積查 要求工業宅不能住人 發金六到三十萬 最重甚至可能會被斷水電 城屋的工業住宅的話 你要去變更使用分區 基本上來講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你沒有辦法再進行都市更新了 按照過往案例 成功轉換為住宅使用的例子 少之又少 顯示工業宅就地合法化 簡直希望渺茫 大安宣傳江北 也可不可以去台北層部的